刀狼南京演唱会门票价格曝光 在场的明星凤凰传奇脸色尴尬 网友直呼你让同行怎么活 刀狼 一位在华语乐坛拥有独特地位的歌手 宣布将于2024年10月12日在南京举办演唱会 门票价格曝光后 迅速在社交媒体引发热议 门票从480元起 最贵高达3800元 这一价格让众多粉丝和网友感到意外 直呼你让同行怎么活 歌迷们对刀狼南京演唱会的票价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形成了鲜明的两派观点 支持者认为 刀狼的音乐和演出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 他的作品深入人心 演唱会的现场体验更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在他们看来 这样的票价是对刀狼音乐品质和演出水平的合理体现 是值得的投入 因为刀狼的音乐带给他们的不仅仅是几个小时的娱乐 更是一次心灵的触动和回忆的重温 然而 反对者则持有不同的意见 他们认为高昂的票价让音乐成了少数人的专属 这对于那些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的音乐爱好者来说 无疑是一种遗憾 在他们看来 音乐应当是大众的艺术 是所有人都能平等享受的精神食良 高昂的票价可能会造成一种隔阂 使得音乐的普及和共享变得有限 此次刀狼南京演唱会不仅是一次音乐盛事 它也让演唱会市场的定价问题再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票价的高低 不仅仅关乎经济效益 更关乎音乐文化的普及和公平性 刀狼的演唱会票价争议 引发了人们对于音乐价值的思考 对于如何平衡艺术与商业 市场与普及之间的关系的探讨 这场争议也反映出音乐市场的多元化需求 一方面市场需要高品质高水准的音乐演出 以满足那些追求及知识听体验的消费者 另一方面市场也不能忽视普通大众的消费能力 应该提供更多层次更加亲民的音乐产品 刀狼南京演唱会的票价问题 无疑为音乐行业提供了一个反思和调整的契机 期待未来能够找到一个更加合理更加公平的定价机制 让音乐真正成为人人共享的艺术 票价公布引发的争议和反响 近年来随着中国演唱会市场的快速扩张 演出成本的增加以及观众消费能力的提升 演唱会门票价格逐年上涨 2023年中国演出市场规模预计达到903.46亿元 相比2019年增长67.9% 演唱会已经成为大众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随着市场的发展 票价的增长也引起了部分消费者的不满 尤其是在明星演唱会门票上体现的尤为明显 刀狼 作为华语乐坛的知名音乐人 他的名字已经成为了无数经典歌曲的代名词 凭借着2002年的第一场雪 披着羊皮的狼等深入人心的旋律 刀狼的音乐作品牢牢占据了广大听众的心房 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 虽然刀狼的音乐风格融合了独特的西域元素 带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 这使得他的音乐独树一致 深受欢迎 然而 由于他近些年在公众视野中的曝光度较低 鲜少出现在媒体和公众面前 这使得他的形象在一些人心中变得有些遥远 这次南京演唱会的票价公布后 众人对其产生了质疑 一些人认为 尽管刀狼的音乐作品经典不朽 但与其他活跃于当下的流行歌手相比 他的市场号召力是否还能匹配这样高昂的票价 成为了争议的焦点 在快节奏的娱乐圈 新人辈出 流行趋势不断更迭 刀狼的低调是否会影响他的票房吸引力 这是许多人对票价争议的核心所在 面对这样的质疑 刀狼的粉丝和音乐爱好者们则持有不同的看法 他们认为 音乐的价值不应仅仅以市场号照例来衡量 刀狼的音乐有着穿越时光的力量 他的歌曲能够触动人心 这种情感价值是无法用票价来简单衡量的 刀狼的音乐 就像是陈年的美酒 月酒月醇厚 他的演唱会 是对经典的一次朝圣 是对情怀的一次致敬 这场票价争议 实际上反映了当代音乐市场中 对于艺术价值与商业价值的深刻思考 刀狼的南京演唱会 不仅是一次音乐的盛会 更是一次对音乐本质和市场定位的探讨 无论争议如何 刀狼的音乐地位和他对华语乐坛的贡献 都是不可磨灭的 刀狼南京演唱会门票的定价 从480元到3800元不等 涵盖了不同消费层级的观众 真正引发讨论的是最便宜的门票价格 也达到了1000元左右 这超出了部分粉丝的预期 演唱会宣布开票后 门票迅速售庆 黄牛票价格更是一路飙升 部分内场票甚至炒至上万元 对于这个票价 支持者认为刀狼是值这个价的 支持者强调刀狼的音乐带有深厚的情感和生活的哲似 能够在现场聆听他的经典歌曲 是一次无价的情感体验 此外 粉丝们指出 刀狼的回归演唱会筹备时间长 舞台效果和制作水准都不低于市场标准 票价自然与其演出品质挂钩 然而 反对声音同样强烈 许多歌迷表示 音乐应当是平等且大众化的 而这样高昂的票价让普通人感到无法企及 有网友调侃道 买票的钱都过我生活好几个月了 一些经济条件有限的粉丝更是表示 只能通过视频回顾演出 因为门票价格完全超出了他们的经济能力 随着门票在官方平台快速售庆 黄牛党趁机在二手市场炒作票价 原本480元的票在二手平台上被炒至3000元以上 导致一些真正想去现场支持刀狼的粉丝陷入买票难的境地 黄牛问题并非此次刀狼演唱会独有 在很多大型演唱会上 黄牛都通过提前购票和垄断市场谋取暴力 这成为了粉丝们反感的一大原因 很多网友呼吁相关部门加强监管 打击黄牛的行为 维护市场秩序 票价争议的社会反响 刀狼南京演唱会的票价曝光后 争议的焦点不仅在于票价本身 还引发了对整个演唱会市场定价机制的反思 支持者认为 随着演唱会制作成本的提升 票价上涨是无可避免的趋势 反对者则质疑高票价是否过度商业化 剥夺了普通粉丝欣赏音乐的权利 一些媒体评论指出 演唱会市场如今越来越倾向于奢侈品化 音乐是否应当属于所有人 而一些业内人士则认为 演唱会高成本难以避免 但应更合理的制定票价结构 避免将多数普通观众剧之门外 社交媒体上 粉丝们的反应尤为直观且口语化 一位粉丝评论道 我理解刀狼的演唱会成本高 但也希望有更多适合普通观众的票价 另一位网友则说道 爱他的歌 但爱不起他的票价 这种接地气的表达反映了很多 普通歌迷面对高票价时的无奈与矛盾 他们对刀狼的音乐深怀热爱 但面对现实的经济门槛 却只能选择放弃 与此同时 也有支持者表达了对刀狼音乐价值的支持 一位来自外地的歌迷表示 我愿意花钱支持刀狼 他的音乐伴随了我的青春 我愿意为这个回忆买单 这种情感支持也反映了音乐对个人的深刻影响 尽管票价高企 仍有不少忠实歌迷愿意为之付出 票价问题的反思于未来展望 此次刀狼南京演唱会的票价争议 不仅是粉丝对票价高低的简单讨论 更深刻的反映出示场工序与情感价值之间的冲突 演唱会 作为一项级表演艺术 试听效果与一体的现场体验活动 其背后涉及的是大量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投入 高质量的舞台效果 专业的灯光音响设备 顶尖的制作团队 以及广泛的宣传推广 这些都是确保演唱会成功的关键因素 同时也让演唱会的成本逐年攀升 在追求完美试听体验的过程中 成本的上升似乎成了不可避免的趋势 然而 过高的票价也让演唱会逐渐脱离了 普通消费者的经济承受能力 对于那些热爱音乐 渴望现场感受歌手魅力的普通大众来说 高昂的票价成为了他们享受音乐的一道门槛 在这种情况下 音乐会的普及性和亲民性受到了挑战 音乐的艺术价值似乎被商业价值所掩盖 刀狼南京演唱会的票价争议 恰恰是对这一现象的直观反应 一方面 粉丝和乐迷期待能够以更合理的价格 享受到高水平的音乐演出 另一方面 演出主办方和艺人团队需要确保演出的质量和效益 以回收高昂的成本 这种矛盾 实际上是对音乐市场定位和未来发展方向的深刻思考 刀狼通过设定相对较低的票价 不仅是对粉丝的一种回馈 也是对音乐市场现状的一种回应 他的做法试图在艺术与商业之间找到平衡点 让更多的普通人能够走进演唱会 感受音乐的魅力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音乐市场的健康发展 这场票价争议 因此成为了一个关于音乐价值 市场规律和消费者权益的多维度讨论 未来 演唱会市场或许会在高端演出和大众化体验之间 找到一个平衡点 主办方可以通过多种方式降低成本 如加强于品牌的合作 推出优惠套票等 以会及更多观众 此外 政府和相关监管部门也需要加强对黄牛市场的打击力度 确保票务市场的透明与公平 让更多人能够享受音乐带来的快乐 刀狼的南京演唱会不仅展示了其音乐的持久影响力 也让整个演唱会市场的票价问题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 未来 无论是演出方还是市场 如何在高品质演出与平衡票价之间找到共鸣 将成为一项急待解决的课题